恭喜 恭喜 恭喜發財 恭喜大家 牛年大吉 今天就是農曆年初六 我們有個集中叫做送窮鬼 即是將窮困那些不好的東西送走 迎接新一年的好運氣 希望大家日日都是好日 明天是初七 祝大家人人生日愉快 我最近收到很多禮物 由於都相當忙 未能夠一一打開來看看 今天我就想大家一起分享這件禮物 首先就是這一個卡 現在其實很少人是用卡來送的 寫完自己的字 我都非常認真 真誠 她就說Lisa知道你學習書法 見到你認真投入和刻苦練習 相信你他人必有所惜 現在送上文房四寶 應該都挺好玩的 祝你新年進步 牛氣衝天 多謝你 多謝你 只可惜我不知道你是哪位 我也多謝你 這麼有心 對我很有幫助 很有興趣 我們先看看這個包裝 是一個古色古香的盒 寫著文房四寶 好期待 好期待 首先就是見到五支大的毛筆 寫著一二三 這三個是分大小的 這個也是粗幼的 這些是大字用的 好 我們看看這個收藏證書 什麼呢 這位就是毛筆大師 朱世聖 他一個作者 他那個簽名 這些毛筆就是他製作的 有證書的 好厲害 然後我就看到這個 顏真卿的啟書教程 顏真卿對我來說都不陌生 包括還有一位就是歐陽松 這兩位都是老師跟我們說過 他們的毛筆子寫得很漂亮 是大師級的 先看看 一開始他就會告訴你 寫字的姿勢 然後呢 譬如那些不同的寫法 橫啊 樹啊 撇啊 甚至還有歐啊 剔啊 這些很基礎的東西 非常之有用 好 這個就是 書法練習臨貼的字貼 這些字是比較深一點 可能我要遲一點 這兩個字呢 這個好像叫你抄心經 這些都是屬於寫細的木筆字 我記得老師說過 學木筆字呢 我們先學寫大字 這樣才慢慢再去寫細 就不會太難了 可能入門就好些了 那現在我也是學著寫大字先的 那這幾張就是 寫字用的子 孫子 好了 文房四本就是 紙筆物演 寫了 這個呢 這個呢 是蜜 哇 有了圖案的 國華第一 這個呢 就是蜜 哇 一條龍 希望龍精虎馬 龍飛鳳母 這個就是賭蜜的了 還有這個圖章 這個是石來的 讓我聞一下老師 刻個什麼名字 好些 好了 跟著呢 就是有這個就是 水 可以裝水 還有這個就是 拿著的毛筆 毛筆架 這個呢 我估計應該是入點水 有時候的蜜太濃 可以滴一點點水 可以舒服一點 更加純暢就寫得 這個呢 就是 印尼的 哇 這個顏色很美 鮮紅色的 如果你寫一幅字 寫得美 再蓋上你的名字 就會很吸引 還有這個就是 紫震 是兩塊的 用梅花做主題 整個合法就是梅花 有一個梅字的 看看那些字先 鐵桿 鐵桿 暖 銳 桃 青香 澳 雪 凌霜 暴春 來 很有意思 你們都明白的 好 其實這個禮物盒裡面 還是包括了這些 因為有時候我們未必真的磨蜜 即實體磨蜜 所以現在我們很多時候 練習時候都會用一些物質 他也提供了給我 還有這裡是有些寫字時候用的 例如這一塊 煎 煎 你放一張紙上去 就不會太滑 還有 那些麻糬 如果太多的時候 你會用海索 也不會弄髒地方 那這個就是 現在我們叫做 新一代文房 第五寶 因為現在一般都是用 循環可以再練的 那些布 都什麼都循環了 那這裡就是 精製的萬年紅春戀 真的對不起 因為我收到這份禮物的時候 已經過了新年了 所以剛剛完成了那些 寫揮春那些 就用不了 那或者今年你用 萬年紅這隻很漂亮的 這個紅色的紙 這個 專門是寫揮春用的 那同樣就是一些紙 它這裡都厲害 紙張口實 吸水性強 書寫流長 那我怎麼辦呢 我收了這麼多書寫的用品 那看來這個寫字 就欲霸不能了 那我會提醒自己 就是有這麼多人 去期待我的寫字 那我也會加把勁的 希望寫得好些 再拿些作品出來給大家評點一下 多謝你的關注